一個兩個 三個電線桿 歪的歪 斜的斜 看起來幾乎隨時都要倒下來 讓民眾路過其過 心好慌 你也沒辦法 嚇嚇也嚇嚇 你怎麼會痛 會不會倒下來 宜蘭武傑這處 在杜鵲颱風過後 多個電線桿 就這樣歪斜的路邊 實在好恐怖 但卻遲遲不見 相關單位處理 民眾怨聲連連 因為現在已經倒成這樣 很多大台車都差一點 零點幾這樣距離 都膽戰心心 還會怕我們生命財產 受到威脅 可是反應很久 就是遲遲會到 我們案件的部分 颱風過後 還是有很多地方 線路都還有在修復 原則上我們會先通知師傅 去確認到底 這是屬於能夠立體處理的 還是需要另外派援處理 另一頭台東資本這處道路 自來水公司更新管路 不只在轉彎處鋪設鐵板 就怕機車騎士會摔車 在民宅別人家門口 還留下一個個大洞 有的最深達到一公尺 民眾萬一不知情 一出門可能就會掉進洞裡 你看這邊是不足啦 挺高不足啊 然後加上這邊的人都 車子都往這邊走 是有安全顧慮啦 馬路有洞就怕會慘衰 除了三角錐還有鐵板外 業界沒有任何警示標誌 而宜蘭這處馬路 電線桿傾斜了快一個月 都沒有來扶正 萬一倒塌下來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林醫生許日路宜蘭台東報導 現在站著 港海 respond 我做過一道 一定會不會太過分了 我做過一道